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仲晨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最近的题目 今天是2018年8月30号 高雄地区 南部地区最近 因为大雨 连续大雨 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 各地都有爆出 水灾的灾情 积水不退 非常之严重 我其实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说要讲 因为一直下雨没办法到户外 所以今天只能在室内 我其实在 很早以前我就想说 所有的政客 都是要在面临这种 天灾人祸的场面的时候 政客就要出来演绎一番 而这种 台风跟水灾 台风过去之后都会有水灾 今天没有台风 确实有 这个好雨 不能讲暴雨 它是连续下不断的 简直下 求助于诺雅方舟了 这个水灾很严重 我当时在想说 我们的政要还有元首这些人 这个时候就是他要表现的时候 因为所谓的政客 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表现 而且即将要选举 我就蛮好奇 有一些人平常都是留着头发蛮长的 穿着西装笔顶的 人模人样的 在这个时候 他要最佳表现时机的时候 他怎么表现 每次到了现场之后 都被人家臭骂 元首也被臭骂 总统也被臭骂 行政院长也被臭骂 这是因为他的生活背景的单纯 所谓单纯就是 他只会搞政治 他没有真正生活过 也没有赤脚夏天 也没有真的是让两只手 弄出简来的那种劳动 没有做过 所以如果各位要选这样的人出来 我不知道干什么 我个人就觉得说 你既然是一个政治家 不管你是当政者 也就是你要 要为民喉舌 要帮人民谋福利 这个事很简单 有这么多先敌在前面 难道不能做吗 我自己就想说 看他们怎么样做 结果果然没 那些包括总统在那边 骂了半死 我这边直接给你提出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这个 这叫做 勘摘庄的标配 标配就是标准配备了 首先你要穿这个渔服装 渔服装就是一直到这个 到胸部的 一直高到胸部的底下 连鞋子什么都在连在一起的 这有的我们叫渔服装 有的人叫青蛙装 再来就是你是不同政党 你不是各种政党都有颜色吗 这个上你刚好可以显示 你是什么什么 有蓝的有绿的有紫的有黄的什么 你这时候刚好在这 非常明显这么大面积的 让你表现你的那个PIS的话 不是很简单吗 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戴上斗笠 下雨嘛 所以你必须戴上斗笠 不要戴那个 那个美国的卡车司机帽 或者戴什么帽子都不适合 就戴斗笠 本土化嘛 不要是本土化 那另外要 要把奴起绣管加油干 这是习近平常常讲的一句话 这个时候就是要把你奴起绣管来 不管你干什么 你要做绣也好 要干什么 这是你最佳时机 另外一个是 这个你带上这个小手机本 那带上笔 聆听老百姓的诉苦 然后立刻记起来 哪怕你记得是 真的讲的都不太重要 这个苦明知所苦 这个明知所欲藏在我心嘛 搞政治的人不是都这样子吗 这些装备都有了之后 你还要一脸哀容 绝对不能入此微笑 要必须把八字眉亮出来 然后收敛笑容 然后热这个 壮士诚恳的问问 这是政客的标准标配 标准配备 要去看灾状 这可以列入 SOP 可以列入这个典范 那我再讲一下真的好了 真实的东西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台湾常有水灾 台风 每年都要来几个 我记得我们家破烂房子 是泥土做的 还不是所谓夯土墙 是竹甲墙 很薄 还没有一个手掌 我这个成年人手掌怎么厚 那种墙 而且是竹子的梁 竹子的柱子 虽然有支撑 但是台风来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摆动 非常可怕 有的人说 因为这个很好玩 这些东西都是童话看多了 那是很危险的 房子随时会倒塌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由我们的管区的管理员 吹了哨子家 就让大家去避难 到哪里去避难呢 总有一个中山堂 有的人是在别的地方 我们是在中山堂 因为我们就近 200公尺就有这个地方 我们到中山堂去 把说家里的细软 妈妈把家里的细软 通通装到包袱里面 然后带着席子 然后就到中山堂 就打地铺在那里 小孩子不懂得这个危难 在那边喧哗 虽然吕金劝姐 还是在那里喧哗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大人是因为 他曾经有过战争的逃难经验 他知道这种场面 非常难过 可是这时候我的父亲 我父亲当时是在 是在机关 不是在部队 所以他也不是在船上 他在家里 可是这个时候 他不在逃难现场 他又回到我们家的附近 为什么讲附近 不到家里面呢 那个房子被吹得这样 随时要倒塌 倒塌会把人压死 那他为什么在那附近呢 在风雨当中 那个风雨有的时候 吹着树枝 吹着什么 各种杂物会打到人 你还得要躲避这些东西 被打到 发现你不能在树的附近 树都会垮掉 什么样 很危险 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家的附近 这个资族 在这边围绕呢 因为有的人会在这个时候 虽然那时候 大家都是军贫吧 没有钱 但是有的人会在这里 趁火打劫 他对你 会跑到你们家去 能偷什么就偷什么东西 甚至于可能 因为他不小心 因为带了火灼什么东西 可能他会酿成火灾之类的 我当时就看到 小少爷看到我父亲这样子 守着这个家园 守着这些有限的财物 那为了要抑护我们这些子女 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 这个东西 对我的童年的这个家教 是深刻刻骨铭心的经验 然后那个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的台风 如果不是那么巨大 或者是风灾过了之后 回家以后 当然第一步就是整顿家园 把那些树枝啊什么的搬走 什么损伤啊什么的 当他发现到我们家的损伤 这个微乎其微的时候 他就会去主动去支柱别人 像有一些邻居啊 那个先生在部队里面 家里只有那个七小站 或者还有老人 那个女人根本没办法 小孩子很小 我们那时候很小 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帮助大人 然后那个家里的那个老婆 可能也是弱女子啊 那老人根本不用讲了 有的屋顶被吹的瓦被吹飞了 什么的 我记得我先父啊 那个当时他只有大概 四十 还不到四十岁吧 可能四十多岁吧 出头发出幼 他跟其他几个邻居的伯伯 几个邻居的长辈 都会都会在 有的人是穿的雨衣了 我爸没有穿雨衣 因为我也有这个习惯的 当我我会大流汗 我当用力的时候 会大流汗的时候 我通常我只穿一个短裤 也不穿上衣的 因为穿上衣没有用 因为雨又来了 汗跟雨都分不清楚 全身都是湿腻的 这种情形啊 很像是下水游泳的样子感觉 所以干脆就零吧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爸爬在邻居家的屋顶上 也帮他用那个雨布 暂时把那个屋顶给他遮蔽 免得漏雨 这种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防止漏雨的这种经验 在那个五十年前 是大概每一家都有的经验 那个时候 台湾的台风非常的多 可是他们这种 拼命的保卫自己的财产 之余还会 对邻里守望相助 还会施予援手 甚至于帮人家爬到屋顶上 人家先生不在 帮他爬到屋顶上 几个卑卑 几个邻居 在自己的损失控制之后 就会顾及别人 这种就是 就是要给这些政客们做一个 做一个点 当时 大家没有这些装备 因为也不会准备这个东西 我们又不养鱼 也不做渔夫 也不去钓鱼 不会去买这个渔夫装 可是你要做一个政客 你就需要 我当时 大概在十多年前吧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当时我负责整个工厂 上海60年来没有过台风 那次来了一个大台风 台湾反而没有受灾 上海那个地方受到灾害 我看到新闻在预报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因为在台湾 我们从小每一年都要几个台风 经验丰富 所以我知道这个要预防 我就开始先做预防 然后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就应对 然后 这个工厂的屋顶漏水的时候 会把瓦韧子啊 什么污染 或者是滴到那个机器上面 机器不能运作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 立刻要做局部的 用防雨 让那个生产继续进行 然后损失减到最低 等到风一小的时候 立刻到工厂的屋顶去铺雨布 我这个都是以前 简单讲就是 学习我父亲他们的身教 先父对我们的身教 他们的身影 这种流汗 在那个屋顶上 做这种危险动作的身影 就是我们最好的家教 我秉持了这个 而在那个工厂的屋顶 大概有十几公尺高吧 在那个工厂的屋顶上面走 因为那个很滑而且也危险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是我 我是总经理的当时 我亲自做 我没有要员工做 是因为这种危险动作 跟那个墨子里面 墨子咸骨里面 墨子里面 他就有讲到这些工程 防御 这些东西要用恐无有力的人做的事情 他平常就要做训练 而我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可以从容应付 我不用这员工跑上去 等下不小心一下失手摔死摔残了摔伤了 都不必 我亲自下去做 我说我一个风灾下来 我抢救的物资的金额 恐怕是我的前任跟我的后任 他一年的所得都还不到 一年工厂的营业额都达不到 我抢救回来的这个 而那个抢救回来的金额 就是我的业绩 就是我 如果这场灾害是不能避免的话 那就是我的获利 如果他可以避免的话 当然这个获利更高了 减少损失就是增加获利 这就是我们的概念 而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工厂 是我在负责 我的责任心驱使 我就下去这样做 而一个当政者 你就要把这个国家当作是你的 把这个地方 这边的人民 这边的财务 全部当作是你家的 你个人财产 你应该拼着老命保佑 我们就常可以在那看 勘灾的现场 我就觉得有一个 就让人看破手脚 比如说元首师弟坐云豹车子 射水车被人家骂了 骂了臭头论 那他也只是穿个雨鞋而已 穿雨鞋的话 你只能在还不到膝盖那么深的射水 可是你如果穿了这个余服装的话 你可以走到那个胸线这个地方 水淹到胸线这边 水淹到胸线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水有多脏了 所有的那个化分池里的大便都出来了 死鸡死鸭死牛死狗死猪都飘在上面 还有水肥大便 人的大便 所有的张东西都会飘在那边 如果你连这个涉水里都不愿意的话 你就知道这些受灾的居民 他们一楼都被淹了 要跑到二楼去 等到水退的时候 光是消毒 光是他这个损失的财物 还有他那些家具 通通都要报废 他的损失有多大 他有多悲惨 那如果说你连这样的一个戏服 你都不愿意穿的话 你就不要登场表演 登场表演只会有人闲 有人虚声 虚骂 以上就是吴宗诚跟各位 跟各位聊一个就是 一个政客 你就要表演出 你应该要表演 当然政客还有很多种 以后慢慢聊吧 做法 神棍都有 以后再慢慢聊 以上吴宗诚跟各位分享 从这个水渣来看 政客 谢谢